一块老怀表 四代铁路人 在太原基务段 杨家祖孙四代被称为南同浦铁路线上的杨家将 从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到复兴号动车组 他们见证了不同时代铁路的历史变迁 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 2月15日 迎着寒风 杨子华 杨玉峰父子 笔直地站在山西临坟站机车停车位置 等待列车进站 在完成火车司机的交接工作后 父子俩进入列车驾驶室 杨子华将一块老怀表放在操作台上 这块梅花路牌怀表表盘微微发黄 指针依然转动 背面的铁路标志和1974年子样清晰可见 那个怀表 我父亲当时考上司机的时候 在断耳发的嘛 因为当时就拿全屏靠这个怀表 是看时间 保证这列车正点运行了 可以发达了 现在是机车上都比较全面了 所以那个怀表现在就淘汰了 我扛司机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为了给我留个念 把这个铁路这个安全政权责任全递给我 他把这个怀表给了我 我儿子扛司机的时候 我又把这块怀表传到我儿子上 杨家被称为铁路世家 曾祖父杨凤翔 爷爷杨庆堂 父亲杨子华和杨玉峰四代人 为不同车型的列车服务 曾祖父杨凤翔在当时担任机车前工 1959年 杨凤翔因病去世 1960年 杨庆堂到林坟机务段工作 先后担任蒸汽机车司卢 副司机 司机于1996年退休 1984年 杨家第三代杨子华通过铁路部门招考 成为一名铁路职工 1990年 杨子华成为一名正式的火车司机 从我开了机车到现在 开了三四种了 开法都不一样 换一种车型咱们都要学习 内阳机车照云大 它就是主要是柴油机嘛 有石榴缸 运行起来相当大那个声音 有时转一车过来 你的耳朵就是嗡嗡的响 随便交流有时就是听不着 有时靠手势 体化互相都能理解了 因为多年驾驶噪音巨大的内燃型机车 杨子华听力受损 在采访中常常听不清记者的问话 这让杨玉峰非常心疼 父亲和爷爷也愿意说你爹了 然后咱们就来干一些为国家啦 或者是为社会来做贡献的事业吧 我说那也行 反正就通过考试 进来了那个机务段 然后到了13年10月份在考上的那个机车司机 对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慢慢的过程 然后到了那个现在呢 就是先成为了一名指导司机 就是成为了一名管理人员 在杨玉峰正式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后 杨子华将那块老怀表传给儿子 现在的火车上具备了各种仪表 能帮助你准确地掌握各种时间 但是只有这块表 我觉得它的精神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它能时刻提醒我就是开车的时候 要平稳 要安全 要正点 把这每一趟车安全正点地开到终点站 我觉得这是这块表给我最大的意义 也是我们整个火车家族来一个加封 这个信念吧 对 安全正点 对 目前杨玉峰正准备考试 希望通过考试以及各项严格指标考核 自己能晋升成为一名动车司机 我爷爷 太爷爷 整个就是内燃 就是那个蒸汽 到了我爸爸就是内燃 我这儿电车 是吗 所以说我觉得想和他们不同一个阶段的话 那么就是不同的排阶 动车更能代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速度 而且要开就要开咱们中国最先进 最快的火车嘛 所以说我就愿意去成为一名动车司机